大家好 我現在要回到山上的老家 啊其實我們已經搬完了 給大家看看 搬空以後的這樣子 我們一樣要從門口進來好了 這邊 這是以前我們出入的正門 廚房的那門 更衣間 廁所 臥室 這邊 哇 都搬光了 這邊呢 也都搬光了 這都是要丟的 這個要帶走 這是伊藏送我的一個二氧化碳的警報器 進來 然後這個是之前的廚房 全部搬光光我覺得好大 這是之前的更衣間 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支影片 這個打個門打開就是廁所 但我覺得應該不用看吧 然後想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會搬走是因為要都市開發了 那他被都更 所以我們這些原本的舊住戶就要搬出去 這房子不是我們的 我們是租的 那即使我們是租的 我們也可以獲得補償 就是因為都更而被迫遷移的人 包括房客跟房東都可以獲得補償 然後要拿到補償金呢 你就必須要先把房子交出去 那房子交出去之前 你必須要先斷水斷電 也就是說你必須想把之前的水費跟電費帳單都繳完 還有瓦斯費啊那些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這個 煮飯的瓦斯 他就被斷了 欸他整個堵起來 之前的頭在這邊 還有化粪池也要找人來吸乾淨 水電瓦斯化粪池這些東西都處理好 人都搬走之後啊 你才可以拿到那個補償金 要處理這些事情也蠻累的 龍哥就是這陣子忙這個就快崩潰了 我們這個家是半山腰 出門回家或者是要去哪裡都要先爬一個山 爬一個坡 大家可能不知道說我的爬坡是怎麼意思 我現在就拿不開 到底我之前舊家的位置在哪裡 讓你們知道我之前每天回家爬的路是怎樣 走出來以後 我家有兩個走法 一個走法是往這邊走 那是比較緩的坡 但是就比較長一點點 另外一個走法呢是走比較陡的坡 但是就短一點點 大家看 那個比較短的坡 就是我也比較常走的坡 它還蠻陡的 就是這樣 走過來這個坡 看到了嗎 就是一個坡 是不是很陡 所以我們家 你要說好處 所以我們就view很好啦 就是這邊都看得到山 但是你就是每天 要從那邊走上來 出門也要從那邊走下去 就超累的 這樣看好像還好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高度在哪裡 以前每天到這邊就是會很累很喘 但是冬天的話這邊雪景就還蠻酷的 你可以看到那種滿山滿城的雪 哈哈哈 爬完這個山坡之後 繼續往前走 就回到我們家 我們家就是那個白色的房子 我們家就是那個白色的房子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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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電池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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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 電池 心理 人的事 但是你明不ству的 這就可以火家 終於 heißt 就ㅠㅠ 終於去一起 馬 bonne 不是嗎? 最後 我們沒有遺憾 嗯 一看 這是韓國 今天有這個影片就順便也記錄一下 我們舊家的狀況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覺得比較少人看到這樣的韓國的舊房子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的話請幫我分享 訂閱還有按讚 就這樣啦 掰掰 開心 按讚 按讚 三ίν eda ques 按讚 飢狼 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